香港人最慘的是什麼呢? 不只是肺炎很簡單 城市的環境急速墮落 是一個第三世界難民的城市 貴了一個五元的口罩 在街上露宿 排六、七個小時 而政府竟然說 不關我什麼事 香港今時今日 還是我們認識的地方 抗疫其實是 抗暴的第二階段 過去七個月我們都做得到 所積累的事情 更好地在抗疫裡面發揮 我們齊上齊下 做得好的話 我相信我們不僅能夠成功抗疫 確保香港沒有大規模的感染 你看衛生署公佈的 其實住在那些 有疑似個案 正在隔壁的大廈的人 又沒有口罩 又沒有消毒液 你想想他們多麼徬徨 走多一步的意思是 照顧好自己之餘 還是照顧好在社區裡面的 其他的香港人 你當他是你的兄弟姊妹朋友 而是大家我們香港人 政府無能政客無恥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每天坐在那裡哭呢? 但是如果 我們是繼承了抗爭的精神的話 其實是一直可以走下去的 因為這個精神就是我們最大的基礎 意見不同也好 大家有一個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 一個這樣的 大家有這樣的共識 和你身邊的人 在抗疫這件事裡面建立一個關係 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我覺得 沒有口罩的 有很多方法 可以 防止飛沫感染 沒有 酒精的 我們現在會發動一些人去買酒精回來自己做的初手液 和家居消毒 分發出去給其他需要的人 你派洗手液 派口罩 去做洗手液的過程 或者是去社區清潔的時候 大家見面 疫症之後 不單止隨罩 在鍋底見 我覺得 都不用在鍋底見 在家樓下的花園見 我做得到 其實你們也做得到 因為 我們都是熱愛香港這個地方的人 如果大家都可以走多一步 走前一步 我們的社會不斷進步 在我們拖我後腿的政客 其實是會被時代淘汰的 現在已經淘汰了 很多過去仍然對政府 有些少許信任的人 這次是最受害的 其實 現在學校什麼時候復課是不知道的 如果雙職的父母 他們的孩子又怎樣 是不是留在家裡 其實政府是不會想的 我相信這些是需要很多 專業人士 醫護 社工 教師 大家再走在一起 去想一下我們如何在社區的基礎上 提供服務 以往那些小孩子 爸爸媽媽沒有空 就等到他旁邊的主婦看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內部 這種淪舍的精神 可以出回來 如果你知道你那個大廈裡有獨居老人 你有空可以去拍門找他 就算他不認識你也好 問他有什麼需要 你去買菜可以買他一份嗎 那就不用他上街 有機會受感染 我覺得這些是很多生活上的事情 但是在於你願不願意走出那一步 而我們不應該去幸災樂禍 我覺得更加需要的是什麼呢 伸出手出來 去幫他們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就是真正的香港人 香港人我覺得 其實已經世界裏面 數一數二的公民 我看著那些排口罩的人 很有秩序 默默地 大家幾千人在排隊 當你有的時候 你先給了需要的人 口罩是給了人用才有意思 如果我預計 我又可以捱到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我會先拿去給需要的人 因為他一個都沒有 或者他那個口罩用了四天 那個口罩就是傳播病菌的 如果你身邊的人 就算是政見和你不同的人 他感染了之後 你就可以脫掉嗎 其實是幫人幫自己 香港絕對不是一個孤島 其他身處在海外的香港人 那些口罩寄回來的 其實不只是美加的 很偏遠的地方都有的 印尼都有的 我們自己在香港出生 去到海外的人 他都會回來幫我們 這個是最重要的 疫症為什麼肆虐呢 是因為暴政 大家被政權逼到一步一步 要由一個小市民 變成一個超人 所以如果 我們自己能夠團結成為 一個香港人的命運共同體 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的人數 一百萬二百萬 一呼百應 這個就是我們說 1.0 2.0 3.0 這個第二波的公民抗疫 是會令到我們 營利 真正的 民主自由的香港 好 星期二晚 有人叫我們改名這個字幕 不要奪命 不要奪命 不老禮 不是 因為不是你奪命 奪命的是林鄭 所以這個名字 應該送給林鄭才對 或者我們要奪她的命 真的要 是啊 不用我們 大多人想奪她的命 其實是 不過我覺得這樣 你坐在身邊 你忍得住 你不奪她一鑊 其實都很難的 我覺得是 沒有的 大家都要拆住她的鞋子 怎麼會 現在坏到這樣 都沒有吹哨者 他出來踢爆她 現在政府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還繼續若無其事 公召犯人 公召鬥 好觀我自為之 怎麼可能這樣才行 我就說這個 我昨天做節目 已經說過 政府抗疫其實是有計劃的 是 今天 我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我以前的同事 何安達在01寫了一篇文 因為我當年 大家一起去處理這個 H1N1 我記得應該是 Quarantine 這個 Metropark 灣仔 Metropark Hotel 那 那 當時 其實他提到一點 就是說 很多時候 到 很早已經跟那些酒店 拿好那些地點 去做隔離宿舍 不會像現在 現在基本上 什麼都沒有人做 那是恐怖的 其實 什麼都做 我昨天說 整個政府分崩式離 是的 所以為什麼 Bloomberg的專欄作家 說 Symptoms of a failed state 即是一個已經是失敗的國度 Failed state 即是說 他連提供基本服務的能力都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 到今天 還是沒有辦法去確保 醫院醫護的口罩 這是很基本的事情 其實 不要說市民 我看到今天有人傳 其實那個傳貨 好像只剩下半個月 很誇張 現在我看到 醫院現在ICU都不夠口罩 那下才恐怖 是的 我不是 無中生有 真的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正在做直播 同時間看到 互協 互事協會 緊急會員大會 所以商討是不是發起工業行動 工業行動 我相信 這個跟現在 他們有的口罩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很可能 因為昨天我看到 青衣那一棟 我看到 其實 不是 看到他們好像很多人 突然間的裝備 好像那麼多 嘩 一是說沒有口罩 一是突然間 你見到那些 上去的護士 那些救護員 好像燈月一樣 那些不是 那些最高級別的防疫 那些其實是警察 是的 我就是看的時候 在長康村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有這樣的感覺 這不是很好 現在又突然間 這麼好的技術 原來那些是警察 是的 那些不是 你以為穿到好像 這個電影 燈月一樣 那些生化部隊 那些不是在前線 正在做事 那些是後援 但是前線那些就是 穿著最普通最普通的 那隻 藍色的 保護衣 是的 我知道 跟平時沒有分別 你究竟知不知醜 大哥 你穿到這樣 你竟然 你自己還走到 九丈縣 都是這樣 我想警察很簡單 警察引用錦田指揮官 李漢文的說法 你這樣罵我 我是不會害怕的 不是害怕不害怕的問題 是知不知醜 當然不知道 他覺得有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是軍警政權 是吧 駐守隔離營的 就由同軍去做 退休公務員去做 然後 接著 將那些居民 撤去隔離營的 就由衛生署去做 是吧 要麼 要麼再加上醫管局員工 那他們就是後勤的 是啊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香港的模式 抗疫的模式 施承就是英國的制度 英國的系統 英國今天 衛生大臣 就出了一個指令 所有隔離 強制隔離措施 是由NHS 即是National Health Staff 我們叫做醫管局 由他們去指令 警察 這些就是人家的抗疫 香港 我想說 佔用抗疫資源最多的 就是警察 但是實際上 在抗疫裡面 完全沒有角色扮演的 也是警察 人家警察就是作為 其他抗疫部門的back up 他們就不是 他們就fuck up 我覺得 是啊 真的 其實我覺得就算不是 跟其他國家去比較 不需要跟英國比較 跟03年SARS去比 已經很清楚 跟以前的香港比較 所以為什麼要光復香港 就是這樣的意思 大哥 現在你香港沉淪到這樣 警察佔據最多的資源 什麼都不做 是吧 即是現在你就算公共服務也是 你在理大今天 他們現在才說 終於研發了一個呼吸道 傳染病的快速渣滋 但是 這個理工大學的劉樂廷就說 大哥 我們之前都問過政府去撥款 但是他得到的資助是零 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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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全部人 所有研發出來的人 都是香港人 但是出來的結果 你就叫做Made in China 為什麼 因為最後來都要扔回大陸做 因為香港是一點支援都沒有 每年拿一千億做創科 你說這個理工記者會你興 今天你看《時點31》更興奮 中華廠商會的CEO楊立門上去 就是《時點31》 我建議大家看一看 為什麼呢 楊立門就是我認識的AO歌王 開演唱會喜歡唱歌 跟周一樂很相似 跟周一樂很相似 其實這個特區政府 可以毀約這個廠商會的成員 去生產口罩 即是怎樣的意思呢 就是我投資你去生產 我委託你去生產 廠房還有其他成本我給 而你去生產 生產的東西是我的 我就可以提供服務給市民 這個楊立門這個建議絕對合理 因為當時大家看到 台灣已經開始自行生產 即是增產這個口罩 因為你知道口罩這些其實是 no-tech東西 世界工廠就是以大陸供應為主 因為它只不過是用筆織布 筆織布是一些膠 把它壓 然後貼兩條掛耳朵 就是這麼多 摺完之後壓 不是什麼高科技的東西 你看到黃維基進入的那部機制 就是這樣做 他生產的裡面有一個 clean room 當然有些標準 就是進去工作的人要消毒 另外生產出來的口罩 有一個消毒的程序 就是噴一些消毒的氣體 然後隔一段時間才可以 運出市面使用 是這樣的要求 你想想一下 香港政府其實如果它有所謂的 不需要先見之明 是後見之明 因為楊立門今天所說的 就是在講三個禮拜前的事 就是農曆新年 之後 你計算三個禮拜 就是大約20日 那時候 那時候已經是確診 很多確診case 22日就閘下 叫到23日封城 人命擺守衛 那時候 他說 竟然答案是 政府沒有人回覆他 大哥 楊立門 就是一個AO界的資深政務官 出來 在廠商會工作 好了 以他來說 已經不是Nobody 他是一個熟悉官場 以及跟那班人是舊同事 你不要說 他跟邱騰華是舊同事 你知道嗎 不要說楊立門 自由黨 主席叫什麼 中國斌 中國斌 中國斌就是說 陳肇始說 找了很多商界的人 幫忙搞口罩 找口罩的東西 中國斌就說 我是商界 沒有人找過我 那些商界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 我告訴你 地區的工商局團體 捐幾十萬口罩回武漢 那些是嗎 那些就是阻擾工商界 就是這樣說 有我也不給你 坦白說 你手腳這麼不乾淨 起碼不需要我講 每個人都覺得是 其實 你現在的口罩全部 就是你去哪裡 就是CSI那些口罩 好像說 看到運去印尼再運回大陸 我看到 昨天有人貼圖 貼了 Ebay有得賣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為起碼我昨天 我搜尋Ebay 是找不到的 是不是被人罵完之後 立即落架 是離譜到這樣 但是起碼就是說 你大陸是不同的地方 都分別看到有CSI的口罩 這個是事實來的 飯頭有這個是事實來的 就是 你怎麼解釋 沒有解釋過 到今時今日 你現在全倉有多少 那個blackdown是多少 給了多少去醫護那裡 是什麼數都不給 現在一直都說 醫管局有足夠的口罩 醫管局有足夠的口罩 你看到前日新聞 東區醫院的醫護 說不夠裝備 到今天新聞 你也看到 有ICU的醫生 說不夠裝備 是現在的新聞 所以現在不是說工業行動 然後他竟然是叫什麼 叫他們將在醫院用了一天的口罩 本來應該脫下 因為有菌 應該換另外一個口罩 是Level 1的口罩 帶回去 好了沒有Level 1 脫下Level 2的口罩 叫他們帶著Level 2回家 然後第二天用那個上班 你補到這樣 然後叫他們上班 先扔那個 就是一天給一個 就是說叫他們把那些菌帶回家 然後又把那些菌帶回去醫院 很對別人不負責 你老闆你想一下 這個什麼 為什麼我就說一個fail the state是什麼 就是連提供最基本的東西都沒有能力 這個又說捐了多少萬個口罩給醫院 身體又衝出來又說捐了六萬個口罩給醫院 我想問問那些人去了哪裡 香港義工聯盟派 就是香港義工聯盟 即是王志文 那個名字就叫香港義工聯盟 現在說叫做隔離的那些 說找義工 為什麼這幫人去了哪裡 你自己叫義工 那些贊助人 范徐太太 王志文 曾玉成那些 為什麼不去搜隔離營 找童子軍 離不離譜一點 大佬 退休公務員 找阿伯和童軍 去搜隔離營 我想問 那些蝗蟲要逃走的時候 你怎樣夾不住它 他退你口水的時候你怎樣 你現在就是 其實所以說到底 其實現在你說罷工 就算醫護搞罷工 其實最需要罷工的是什麼人 現在最高危 就是反而入境那些人 就是我們看到就是什麼 入境處就是深圳灣那些 早前就是說他現在這幾天 不斷要逃走上面來的那些 就是想要入境那些人 但是他們會發爛炸的 就說套你口水 是啊 幾恐怖幾危險啊 大佬 做這份工幾高危啊 就是你們這幫入境處 見得最多這些人 其實最需要工業行動就是他們 其實我告訴你 你問我 現在都不是需要行動 現在一定要林鄭這傢伙 下台交出這個權力 是啊 你看她今天記者會 開EXCO之前見記者會 又是那些老土招數 將封關說封貨運 然後就說這樣 唯有封貨運 那你跟我計算一下數 大哥 現在每天下來 香港的 截至昨天最新的數據就是830多人 大陸下來香港 包括機場和新鎮灣 加上800多人 這800多人裏面 是不是全部都是做貨運 你說一封關 就等於封貨運 他是為咬而言 就是 那你跟我計算數 大哥 你每天有一千大陸人下來 這一千大陸人 是不是全部都是運貨下來 你不用問 你問一下楊立門就知道 楊立門之所以提早 能遠提早 提早減少 這個長逢 因為他這麼高 人工走 他提早走 長逢一成內 就少了很多錢 都頂不住 這個死八婆就是這個原因 你問他就知道 很簡單的 你跟他開會 他就會告訴你 他叫你做好所有建議 然後跟著 一開會的時候 將你數到斗令都不值 然後將自己的櫃桶底 想那些事 拿出來 就叫你跟著去做 他根本就一早 已經想好了那些 你現在看到的 都是閉門做居 所有的事情都是 包括叫公務員 不要戴口罩 他自己死不睡巢 現在都不戴 有些人就出來 現在習帝落區都戴口罩 你叫習帝脫口罩出來 這些就是為咬而咬 根本就停留在八十年代 阿叻那種疾人洗本 那種風格 這個哪裏是一個大將之才 大哥你做一個處長 已經超過了 其實已經是 你已經得罪了整個處裡的同事 你現在跟香港市民 基本上每一次記者會 就是挑戰 你看Robert Chong的調查出來 20分 其實我已經升了 之前一節後 大哥 他已經說了 其實這個是最低的 低無可低 已經是低無可低 10分 你想一下一年內 你有兩個大的政策 是八成人反對的 第一就是這個送中 第二就是其實你現在搞這個 叫防疫的表現 衰到無倫 這個已經其實 根本送中他就應該要下台 這個是中共自己一個 對香港人的一種的 盲幹的態度 就是我就是撐住他 不讓他下台 那這個就是 如果你面對一個 比送中更大的危機來的時候 你由一個這麼低的民望 Bloomberg那篇文章說 除了一個fail the state 是不可以提供服務之外 另外就是他面對一個 叫做合法性的危機 是的 這個合法性危機 我覺得不只是說市民反林鄭 是整個公務員系統裡面 其實很多人根本是不妥的 然後你想一下 你這樣後代警察 你點動完消防 其他的部隊 這個就是擺動明的大勢超 他基本上就是退後一步 你不止到來我就不做了 抗疫是什麼 你看昨天我播出李顯龍那段片 其實這個是指令動作 不是說新加坡怎麼厲害 而是任何一個國家的領袖 都會這樣 就是以身作則 自己動員軍隊 武裝部隊 警察 人民行動黨的社區領袖 去抗疫 然後商界領袖 我想問一下林鄭月娥 他自己本身有什麼道德的形象 可以在反送中之後 去動員商界 動員社區領袖 我想問 為什麼我們這幾天派 我手上的信給大家看 全部都是大機構 全部都是大機構 全部都是大機構來拿 補糧局 我剛才給你看看也不相信 會不會被人清算 你這樣說 真是的 紅十字會 全部都是這些大的機構來協康會 全部都是這些大機構 我不是說他們本身有什麼問題 而是我覺得 你可想而知 這些大的社福機構資源更多 他們都要來向我們這些 其實本來是幫那些社會裡面 最不能自助的 現在我們都要給這些大機構 其實上個星期 我看到網上很多人用陰謀論 其實把香港和澳門比較 有很多人本身在吹奏澳門 吹奏這個何一食 請他過來做特首 是的 坦白說 我不太相信這些陰謀論 有些說法就是 只是因為你香港人不聽話 所以找個林鄭來這樣教訓你們 但問題就是 這種教訓 如果真的教訓 我都覺得太蠢了 這件事只會證明這些蠢 還有我覺得變數太多 因為確實 你也鼓勵這件事就是公民抗疫 現在事實上是 已經是 很多人都是自己自救 已經是 包括今天 你昨天還看到連登 有人在說 如果黃之鋒 找到口罩回來 你猜下不下到 中共面子 這樣 不用想了 誰知道今天是智峰哥 今天整箱貨櫃 是多少萬 好像很多 十萬 十萬個口罩 那個報告都是他們出的 十萬個口罩 一定找到 美國人一定助攻 是的 如果你這個是陰謀論 想著 就是台澳母利益香港 不好意思 如果這個是陰謀論 實在是太蠢的陰謀了 林鄭 你想想一下 還串嘴 昨天說什麼 如果大家找到口罩 告訴我 很深 你有沒有切之之明 你手腳這麼不乾淨 給你 她不是真的 她是串你 你明白嗎 我看死你找不到 你找到告訴我 這樣 就找給你看 我想說 就算不用智峰哥 這種好connection 我們的市民 拿上來的 有二十個口罩 他又拿上來 有五十個一盒 他又拿上來 有些寄回來的 是上千的 都拿來給我 然後我通知 如果是Level 2的 或者N95 1870那些 我就通知醫生 問他們 如果需要的 就可以上來拿 通知一些醫護人員 其他的 沒有那麼高級別的 Level 1那些 我今天給了很多清潔 工和保安員工 就是這樣 就算很簡單 你問 現在有些 無厘的 有些根本上 他不是做一些charity 有些中小企 譬如做香薰油 有些做食肆 有些做印度餐廳 有些甚至都不是黃還是藍 只不過是一些普通的 我想他有些connection 出入口的店鋪 或者可能在韓國入貨 順便搭道路去韓國 買這個K94口罩 人家都是照派的 幾千個就幾千個派 一萬個就一萬個派 你想想 我就是 那些今天在荃灣派 你看到那些老人家 他沒有口罩 他不敢上街 甚至有些 有些醫生跟我講 那些長期病患需要覆診的人 告訴他 我明天不來覆診 因為我沒有口罩 我口罩已經用了幾天 而醫院是高危 他們自己很擔心 有個阿伯今天訪問的時候 他說 我沒有口罩 給別人看著我 我自己覺得很羞 很慘 這些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每天都在發生 而政府就說 我們有三千二百萬個口罩 三千八百萬個口罩 今天又有幾多個口罩到佈 今天大陸又給了幾多我們 我想問一下 剛剛胡錫進才串咬我們 叫我們不要用大陸口罩 大陸我們哪有機會用到 我想說 那些大陸口罩 怎麼會讓市民用 特意要寫什麼 我是中國人來羞辱你 是啊 你就全部印下去 還會到我們身上 最後就是派給藍絲 屯門公園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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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好像戴CSI口罩 他們是的 還有 那些地方的福利團體 湧出來的 實際上就是那些 那些地區工商 又是你說的 就是中聯辦下面的走狗 你說你的CSI口罩 你會給一些NGO 那些 那些 那些NGO 哪些NGO 你說來聽聽 我就說那些NGO拿出去賣 是啊 是啊 不奇怪的 所以ICAC為什麼不開file 大陸現在口罩等於錢 你問我 明明幾元過的 這個一盒都不用百多元一盒 現在搞到四百多元一盒 大陸好過賣粉 真的 這個不是有錢就買到 好過酒粉 現在你上面搞到差不多軍閥割 就是在那裏搶口罩 就是真的 大家封城 不給物資出去 是啊 所以我就說這個這樣的亂局 本來就是什麼呢 是政府可以用它提供服務的方式去處理 你剛才說 你說他是不是故意借口罩方來懲罰香港人 就是供應口罩給澳門 就不允許口罩香港 我覺得是 為什麼呢 很簡單 甚至是也很笨 如果這個是想法 是差不多的 我講一個示例給大家聽 不是說澳門的口罩是廣東省來的 你想想 你看到新加坡抗疫 它就動員人民行動黨的社區領袖 去派口罩 在社區裏面 你想想 反過來香港政府 竟然將建宗宣佈 區議會停擺 整個民政事務總署 是不提供服務給區議會 你想想 這是什麼邏輯 反過來2003年的時候 我問區議員 那時候是民政專員 打電話給區議員 問你那區需要多少口罩 我現在給你 你幫我們派 這個就是新加坡模式 現在為什麼不做呢 現在民政專員 反過來做事 區議員很想討論怎樣做防疫 他說人群不聚集 不開會 竟然抬工不開會 是抬工 全部都是 記住這幫人 如果將來復會之後 你不去羞辱到他們盡 你以後區議會都不用抬起頭 西貢區議會主席被人拘捕 區議員被捕之前被人性侵 你想想 現在警察仍然是止暴制亂 所有隔離營設在泛民議員的選區對面 你問我 劉光華沒有政治計算在裏面 打死我都不相信 為什麼 這個混蛋從來沒有抬頭 他是負責四個小組裏面 叫做public engagement小組的負責人 有沒有出現過 有沒有在記者會裏面出現過 有沒有交代過 full list of這些隔離設施 沒有 全部擠牙膏 抖一下一個 抖一下一個 還要說謊 之前說明說不會用這些空置公屋來做 進陽縣 馬上來 為什麼 造成既成事實 然後你抗議 又用黑警出來捕他們頭破血流 又放TG 又射這個 但是這樣說 你這樣做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是聯絡了原居民 你看到沙 你剛才說進陽村 真的聯絡了原居民和泛民 大哥 我告訴你 你問我這個後面有沒有陰謀 停區議會 這個絕對是政治鬥爭需要 為什麼 因為區議會17個控制在泛民手上 他不可能被區議會做到事情 當時區議會做到事情 9月民建聯大敗 在立法會 好了 他就唯有什麼 借做不到事情 來發動藍絲群組去攻擊區議員 第一個就是攻擊他們 撲不到口罩 當時我看到張秀賢 那些個個叫救命 我一看我就知道 這是政治攻擊 絕對不是普通市民 然後跟著香港義工 你剛才說的組織 就派10萬口罩了 在人命關天的情況下 你這群混蛋還是在搞政治鬥爭 你將那些區議員 當作政治鬥爭工具 我是不讓你選擇 你問我他們的心態就是 這個抗疫就好像抗日 共產黨 就是7分抗 不是 是7分抗洪 2分應付 2分應付 1分抗日 不是7分發展 7分發展 然後2分抗疫 不是 2分應付1分抗日 就是隨便 真打的1分 好了 所謂的百團大戰 之後林彪為何被人鬥 就是因為突出了共軍的主力 他聲稱的現在這個 所謂的抗日史跡 就是兩大獲 平營軍和百團大戰 兩件事都是恩諸到不得了 從來抗日就是什麼 秋後腿 將國民黨軍隊的情報 在香港通過潘漢 連邁給日軍 是毛澤東指揮的 然後借日軍來消滅國民黨軍隊的主力 這些手段 如果在一個政權裏面 在民族危難的時候 都用得出 為了自己政黨 將來奪取政權的利益 他什麼都會做 你現在看到 什麼都會做 不是只是對付香港 這些套路 你對付台灣一樣 你找一個世衛來矮化台灣 你有那個埃塞俄比亞政棍在幫忙 是啊 我都說 我以為全世界 經歷過這麼多年奮鬥 林肯之後都廢除黑奴 原來現在不是 現在這個世界還有黑奴 就是這些世衛的官員 就是被中共收買 到現在每一次出來說話 都是維護中共 大哥比雞真還厲害 那種賣身的程度 叫了你們不要歧視中國 那七十多個國家 就是發旅遊警告都不對 發旅遊警告都不對 關你什麼事 我覺得意大利很對 這個時候 他就說reject了很多 中國的直行需求 這個時候人命比經濟還要重要 你口口聲聲說 人命放在第一位 你做什麼 大哥 我想問 我覺得沒有的 這個世衛 基本上現在就等同於 國際組織很多的 譬如聯合國民權 連理事會一樣 都是成為普京 露了底 就是習近平的走狗 露了底 你看到的 整個新疆維吾爾族的人道危機 有沒有發聲 有沒有發聲 跟這次疫症一模一樣 所以為什麼 川普說不再付錢 不再交會費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當你中國奪取聯合國的影響力 何志平的情況就是這樣 當他用行賄各種一帶一路 明賄暗賄的方式 去收買這些垃圾國家 一個failed state就是這些國家 這樣的時候 他就可以 為所欲為 在國際事務裏面 如果你被中共持續 我告訴他 全球死了一半人 很簡單 這些 什麼的國際組織 都會被他搞坏 現在美國的策略 醒目很多 不會像以前那麼深遠 雖然他之前就是 上個星期蓬佩奧就是說 會拿很多噸 就是短噸短噸計 把那些醫療物資送去中國 當然你看到很清楚 你現在可能是 你實際上 扔錢去幫中國 那個最多的可能就是美國 但是他現在很多 但是顧錫進又說不夠 和這個對沖基金 巴斯又開拖 是嗎 是呀 他說美國口為而實不至 是呀 實際提供的援助很少 那你想要多少 細銀好笑 他說中國大把資源不用了 是呀 對呀 其實如果問你回頭 和你朋友那些 一個俄國 一個北韓 究竟幫過你什麼 反過來就有 是吧 落井下石就有 你好像昨天 昨天有個新任的駐俄的領事 即是去開工 即是李新 但是你怎麼知道 這個新任的駐俄領事 去到之後 竟然被人說要隔離 隔離收集 好呀 最先封邊境的是金正恩 是啊 我就說契弟 絕對理解契弟幾個 契弟 所以一定是 糟糕一定知道那些人多糟糕 因為他自己最糟糕 很簡單 世衛通過升級為緊急 第二個跟著金正恩的就是俄羅斯 封邊境就是俄羅斯 他怎麼會不知道那些大陸人這麼糟糕 是啊 他都知道的 所以我說這個實際上 你現在看回頭 整個香港的抗疫 跟習近平今天 Roytus的報導 有些關係 他就說某些地方的抗疫措施 就已經是 go too far 走得太遠 影響國家經濟 如果這個報導熟實的話 就說他在政治局的 擴大會議裡面這樣說 就說go too far 就是說封城 地區小區裡面封這些地方 就影響經濟了 就是說在習近平眼中 保經濟比保人命更重要 所以就有這樣的報導出來 就等於香港一樣 對他來說 他就說 就等於林鄭今天說 他就串咬我們 那你是不是封了貨運 你想想他背後的heathen message 就是這樣 那你是不是不要經濟 大哥我想說 你這樣嚇我們 就算你封了經濟也好 又如何 香港經濟已經插水了 其實一個月都未夠 他上個月二十多號的時候 人命擺第一 現在變成經濟擺第一 現在這麼快 我想他現在習近平 萬箭穿心 他的頭真的好像那些冠狀病毒 一個個箭把 射到他的頭 你看到現在立場的改圖 全部都是這樣做 全部幫他帶頂冠狀病毒帽 遲到可以生產 一個冠狀病毒的植膠帽 真的 這些這樣的 你一個這樣的獨裁國家 是吧 你怎麼可能 扭曲那件事實 就是國際不幫你 然後就說國際針對你 然後世衛就說國際歧視你 而從來你不說一下 你香港和大陸這種這樣的 習近平主義下面的公共管理 怎樣令到疫症全頭化 怎樣輸出別人的國家 日本人也慘了 我告訴你 如果東京奧運會搞不成的話 日本經濟的損失 你想想多厲害 日本還沒排華都給你面子 我告訴你 真的給你面子 其實 日本還送口罩去武漢 不是吧 真的 我覺得在排華 以我所知 我聽到好像說有很多食店 不歡迎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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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我想 如果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你Airbnb 試一下問 民宿那些 我想他們不敢招待 其實是 這個很明顯的 大哥 你現在 日本什麼都沒有做過 因為接了你的郵輪 鑽石 鑽石 什麼號 大哥 一百十多個 變成第二大役國 現在變成了 多可憐 就是因為 這個我們都羞恥 就是因為 那個八十歲廢老 就是因為走過深圳 不知道他會他情人 去了幾個小時 是啊 可能是偷跳 可能就是打過車輪 這些老人系列 通常都打不到很久 是啊 拖手仔 你那頭很近 大哥 你真是累到現在 你日本人搞成這樣 大哥 人家東京奧運會 我都說以前 我看《大有黑羊》的漫畫 《阿紀拉》 說東京奧運會搞不成 是科幻小說 真的成真的 2020東京奧運會搞不成 真的成真的 大哥 比得上《SIMSON》系列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李文良這件事 好 嗯 正呀 人民超市APP 有得下載啦